这里是东方广播剧场 芝加哥东方话剧团演播 补蜀器 原作 英国爱德沙克里斯蒂 剧本改编 陈红 导播 古文睿 主演 赵湘 李立阳 胡亮 李立 王坚 王晓晴 MK 张力 刘波 凌晨 制作 古文睿 王坚 主演 李立 王坚 Brian 王 group 讲京 马 龙坚 在其电视域监 gibt存在 王猜坚 张力 弓文采 从来自始放 int来自古村 郑小猜ジェイ 王鸣静 刘波 牧 王鸣静 王鸣静 松参仲 如彰 根据报告 凶杀案发生在 卡尔佛大街24号 在蒙克威尔庄园的客厅 屋子看起来并不十分古老 但它已经经历了 一个家族的好几代了 客厅装点的像间休闲室 有一些不错的老实家具 黄昏时分 透过窗子 可以看见雪下的很大 屋内的壁炉燃着火 一块新漆的招牌 靠在楼梯口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蒙克威尔庄园旅馆 被害妇女士斯坦林太太 针对该案 警方正在紧急搜寻一名 在现场附近被目击的男子 该男子身着身色大衣 为浅色围巾 戴软毡帽 马里回到家里 她是庄园年轻的女主人 身材高挑 外表漂亮帅真 驾驶汽车的人们 要注意道路结冰 大雪 预计还要继续 全国各地将有冰冻 特别是在苏格兰的北部 巴洛太太 巴洛太太 怎么人不见了 好冷啊 不一会儿 罩纸从前门进来 她是玛丽的先生 二十来岁的她 傲慢而富有魅力 玛丽 玛丽 玛丽你在哪儿 亲爱的 快干活吧 别想着偷懒 你在这儿啊 活都留给我干吧 宝贝 你鼻子好冷啊 我刚进屋 你到哪儿去了 这种天气 你总不会出去吧 我 只是到村里买了些 我忘了的东西 你买到做基隆的 铁丝网了吗 没有合适的 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市场 那儿也没有好的 白白浪费了一天 天哪 我都快冻僵了 车子老是打花 血已经下得很厚了 我们明天 不会给大小坤主吧 但愿不会 只要暖气管道 别冻上 对 我们得保持燃料充足啊 第一印象很重要 我希望一切从开始 就顺顺利利的 那都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客人来吧 还没有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只是巴洛太太 一早就溜了 我猜 她是怕这鬼天气 哎呀 这些女佣真是不行 什么事情都推给你做 我还有你呀 只要你别让我做饭 别的什么都行 做饭是我的活儿 轮不到你 我们得准备一些罐头 万一被雪困住 好了快干活儿吧 客人随时就会到 那你把房间都准备好了吗 你来看 薄伊太太住有四根柱子的前房 梅西少校住蓝色房间 凯思小姐住东边房间 Chris住项目室 嗯 不知道这些旅客 都是什么样的人啊 哎 我们是不是应该预收租金 我想不用 他们都带着行李 如果他们不付钱 我们就扣押他们的行李 他们的行李 也许就是一堆报纸包着的砖头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他们都给了详细的地址 万一他们带的是假证件呢 他们中的某些人 也许恰恰是警察搜捕的杀人犯 管他们是什么人 只要每星期付我们七块钱 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好了我去做准备了 根据报告 凶杀案发生在卡尔佛大街24号 被害妇女是斯坦明太太 针对该案 警方正在紧急搜寻一名 在现场附近被目击的男子 该男子身着身色大衣 为浅色围巾 戴软毡帽 驾驶者被警告 要注意冰封露面 马里默默地拿起罩纸 留在沙发上的身色大衣 浅色围巾和她的软毡帽 若有所思地 把他们挂到衣架上 您好 谢谢 年轻的克里斯 踢着一个手提箱进门 他看起来有些野性和神经质 头发又长又乱 戴着艺术家感觉的领带 举止表现出 很容易相信别人的样子 甚至有些孩子气 天气太糟糕了 我的出租车在庄园门口就停下了 那司机他不愿意开到庄园道上来 您是Molly吧 见到您真愉快 我叫克里斯 您好 克里斯 您一点也不像我想象的样子 我原来以为您是什么退休将军的遗孀 严峻又顺从 整个房子里都是铜器 住我的意料 这个地方操凡脱俗 我会爱上这里的 你们有那种食品厨吗 就是那种刻着大大的 有水果花纹 桃花心末的那种 是 我们有 在餐厅呢 过来吧 暖和一下 George你来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克里斯 我们的第一位客人 这是我先生 George 您好 天气真糟糕是吧 让人回到了 利根斯的时代 感觉很虚幻 Molly 您如果有一张桃花心末的大餐桌 那得有那么一家的人去围着它坐下来 板着面孔 续着小胡子的英俊的父亲 衰弱憔悴的母亲 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孩子 还有一个冷若冰霜的家庭女教师 Chris Chris 我把您的箱子拿上楼吧 Molly 安排她住项目房间对吗 是的 我希望那个房间里有那种 带四根床猴柱 上面磕着小玫瑰花的床 我们没有那种床 我先把您的箱子拿上去 我觉得您丈夫不喜欢我 你们结婚多久了 你们很爱对方吗 我们结婚刚一年 也许您应该上去看看您的房间 您生气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去了解人们 了解他们的各个方面 我觉得人都非常有趣 您觉得呢 我认为有些人还算有趣 有些人就无趣 我不同意 人都是有趣的 因为您永远不会真正知道 每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真正的想法 比如您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对吗 一点也不知道 您知道吗 只有艺术家才能真正了解他人 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了解 您是画家 不 我是学建筑的 我父母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建筑大师 你们还在这聊天啊 行李箱放房间了 亲爱的 知道了 Chris 快上来看看您的房间吧 Marley带着Chris上楼去看房间 George板着脸走到客厅中央 显然他的心情被第一位客人 对Marley的格外亲近而打扰了 来了来了 这是Monteville庄严是吧 我想 是的 博异太太拎着手提箱 拿着几本杂志和手套 她是个大块头 很有气势的样子 看上去脾气不大好 我是博异太太 我是George 到比路边来弄弄身子吧 博异太太 天气太可怕了 是吗 您这有这一件行李 一位少校 梅西 是叫这个名字吧 正照看着我的行李呢 那我去给她开门 出租车不愿意冒险 开到庄园车道上来 停在大门口了 我们只好在火车站 同乘一辆车过来 叫车太困难了 看来 你们没有叫车到火车站 去接我们 真对不起 我们不知道您乘哪班火车呀 要不是我们当然会派人去接的 你们应该每趟车都去接 让我帮您拿大衣 我太太马上就来 我还是去帮梅西少校去帮她的行李 至少应该把庄园车道的血清除干净 这接待工作也太马虎 太随便了 博异太太走到壁炉前 用挑剔的眼神打亮着周围 显得很失望 玛丽急急忙忙地从楼梯下来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 真对不起 您是波异太太吧 是玛丽吗 是的 我 你很年轻啊 年轻 对今年这种大宅子来说 你是太年轻了 你不可能有太多经验 可是凡事总得有个开头 不是吗 我就知道你们太没经验了 一栋很老很老的房子 我希望你们没染上肝热病 当然没有 很多人在发现 他们染上肝热病的时候 都已经太晚而无药可治了 这边请少校 第三位客人是梅西少校 这是个有着四方肩膀 行为举止间很有军人风度的 中年男子 这是我太太玛丽 您好 外面风雪真大 我原以为我们到不了这儿呢 这样下去 到明天早上 雪会有五六英尺后 自从一九四零年退伍后 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暴风雪呢 哎 妈里 哪个房间 是蓝色房间还是玫瑰房间 不 我把Chris安置在了玫瑰房间 他好喜欢那张 有四根柱子的床 所以波姨太太住项目房间 而少校住蓝色房间 梅西少校跟在罩子身后上楼去看房间 博姨太太回到了壁炉前 你们请庸人很不容易吗 我们请了一个很不错的当地妇女来帮忙 那常住的员工呢 我们没请常住员工 就我们俩 真是的 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管理的很完善的庄园宾馆呢 我们才开张 我要说 这种旅馆开张之前 招募一批合适的庸人是必须的 我觉得你们的广告很误导人 我是这唯一的客人 哦 还有梅西少校 就我们俩 哦 不 我们这儿有好几个客人呢 天气也不好 暴风雪不能再坏 太不走运了 但我们没法控制天气的 哦 Chris 来 我来介绍一下 Chris 博姨太太 您好 这座房子非常漂亮 您不觉得吗 在我这个年纪 房屋的舒适度可是要比外观更重要 早知道这旅馆的精灵有问题 我肯定不会来 哦 要是不满意 您可没有什么义务费留下了不可 博姨太太 也许还是另外找个地方去住的好 我可以打电话较量出租送您回去 趁现在路还没给大雪封住 要来这儿住的人很多 我们很容易找到人来住您那个房间的 在没弄清楚这地方到底怎么样之前 我当然是不会走的 你也不必想现在就把我赶出去 玛丽 你能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吗 当然可以 博姨太太 我觉得她真是个可怕的女人 我一点都不喜欢她 我倒是很乐意看到您把她赶到雪地里去 她活该 那倒是痛快 可惜我不能啊 哎呀天呐 又一个房客到了 哎 请进请进 我是George 欢迎 这时年轻的Chris走到沙发跟前坐了下来 旅馆的第四位客人Cass小姐 一个长相干练的年轻女子 拎着手提箱 穿着深色长大衣 围浅色围巾 没带帽子 从前门进来 我的车在离车半英里的路上 陷到雪堆里去了 那您车里还有行李吗 没有 我是青庄出行 这壁炉的火很旺啊 哦 这位是Chris先生 这位小姐是 凯思 哦 凯思小姐 我太太很快就会下来的 不急 我自己先要暖和一下 看样子你们这里还会继续下雪 报纸上说 有强降雪呢 还不断地提醒驾车者要注意 我希望你们的食品储备充足 哦 是的 我太太可是个出色的管家 实在不行 我们总能吃自己养的鸡 在我们自强残杀 大吃人肉之前 报纸上还有别的新闻吗 除了天去报纸外 啊 对了 还有一桩相当血腥的谋杀案 谋杀案 我喜欢谋杀案 你看这报纸上 看样子 他们认为凶手是一个杀人狂 一个妇女被勒死了 我猜 一定是个性欲狂 警方正在紧急搜寻在卡尔佛大街附近被目击的一名男子 该男子中等身材 着深色外套 为浅色围巾 戴软簪帽 这描述可以说适用于每个人不是吗 警察正在紧急搜寻 是不是暗示 暗示的搜寻的就是那个凶手呢 可能是 那个被谋杀的女人是谁 斯坦宁太太 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报纸没说 看样子和抢劫没啥关系 告诉过你是个性欲狂 玛丽来 认识一下 这位是凯斯小姐 您好 今天的天气太可怕了 您想上楼去房间吧 如果想洗澡的话 水是热的 好 我是想洗个澡 玛丽和George带着凯斯小姐上楼去她的房间 克瑞斯独自一人在客厅四处查看 她哼着小调 自己对自己痴痴地笑着 给人一种轻度神经错乱的印象 一会儿玛丽和George边走边说地回来 克瑞斯躲到帘子后面 我得赶快去做饭 梅西少校人挺好 应该不难相处 波姨太太真把我吓着了 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份丰盛的晚餐 我想开两厅碎牛肉烧麦片 一厅豌豆 做些土豆泥 再来一些炖果子和奶油豆 你觉得这样可以了吗 应该还行 就是菜单有点不是太新奇 阿 玛丽 你们在讨论晚餐 让我来帮忙嘛 我很喜欢烹调 何不来一个煎蛋 您有鸡蛋对吗 是的 克瑞斯 我们有足够的鸡蛋 我们养了很多的鸡呢 如果您有一瓶便宜的任何种类的酒 您可以放一点到碎牛肉烧麦片里去 您说过要做牛肉的吧 这样有大陆风味 我敢说我做菜有天分 来吧 不一会儿 女主人被有烹饪天赋的房客赶回到客厅 年轻的克瑞斯独自在厨房大战身手 这个克瑞斯很有意思 他已经系上围裙 他说今天的晚餐全交给他 半个小时内不让我回厨房 如果我们的客人都愿意自己做饭 那我就太轻松了 为什么你把好的房间给了他 我告诉过你 他喜欢四根柱子的卧床 我不喜欢和那种人打交道 你没拎他的手提箱吧 我拎了 里面装的砖头 没有一点重量 说不定他是那种四处蒙骗旅馆主人的小青年 我不信 我喜欢他 我觉得克瑞斯小姐相当古怪 你觉得呢 嗯 像个假小子 但又有点神秘 我觉得梅西少小孩不错 他没准是个酒鬼 你真这么觉得 没有 我只是觉得很沮丧 唉 不过再坏也不过如此了 他们全到了 我们下期见